周日一早拆良团体宣传车在开上路 连日基隆连爱市场成功市场 环绕选奖力催罢名票 走上街头还不够还需要大型看板 但不管怎么找只找到六个地点能挂广告 让拆良团体忍不住在脸书发文 无权又无视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力争取 表达市民心声六面拆良看板 对上六十几面的估量广告 这市场小市民和大市长的对抗 相信基隆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不会被这种恶意的操纵跟罢免来掌控 已经准备好一叠的海报 是可以让支持的店家去做张贴的 那布条部分我们也持续的在制作当中 山不转路转没有看板 就找支持者帮忙张贴广告 而基隆市长谢国良则深入社区办座谈会 想用政机说服选民 同时也找来立委县荣介 李燕秀 林沛祥处政 但传出小草不满 国民党一直攻击 柯文哲想把怒气转支持罢免 民进党网络新节目内容也狂酸 基隆市政 让谢国良再度质疑 绿营操作罢免 全力支持柯文哲主席用行动捍卫他的清白 事实上民进党一直都在密切观察这一场罢免的投票 我们是如灵大敌如履薄冰 在年轻人之间是一种幽默 谢国良你不懂 所以你眼中看到的永远只有罢免 如果不是他荒腔走板的施政作为 为什么会有霸凉团体出来罢免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主差梁固梁 时序 针锋相对 民事新闻成员软比重 N小组 基隆报导